也正符合《金刚经商》所说的 你看《金刚经》佛讲的三心不可得 那个心就是精神这一部分 《百法》里面讲的就是心心所 色法呢 这是讲的万法 佛说的万法皆空啊 为什么说万法皆空呢 因为一切法是语言生的 英语言生法 语言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它不是单独生的 它是有许许多多条件 聚合起来啊 它发生的 这许多条件当中 缺一个都不能发生 许许多多条件 它没有自体 所以佛说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那么你能得的这个心不可得 你所得的一切物相也不可得 能所都不可得 这是真相啊 你今天以为你所得到的 那是你的妄想啊 不是事实啊 你以为你所得到的 你以为我得到这个身了 我今天得到很多钱了 得到很多财富了 全是假的 你那在说梦话 哪里真有这个事情啊 这是我们要觉悟的 六百卷大博如 世尊说二十二年 就是给我们说明这个四十真相 实在讲这个四十真相很难体会过来 不容易悟过来啊 说了二十二年呢 我们今天把大博如展开来念一念 念个几遍 你能觉悟吗 还是悟不了 还是把这个身当作真的 把万物当作实在的 里面还是患得患实 你糟不糟呢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实在不得已在套佛教里头 这个说一句话 我们的业障太重了 那佛说的这些我们多了听了 不能说不懂 但是我们做不到 进阶一先前还是迷惑颠倒 还是老样子 一丝毫都改不过来 这就是业障太深 习气太重 那么现在关键我们如何消除业障 如何能把习气断掉 业障习气断掉了 那你就做了菩萨 你就成佛成菩萨 成佛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佛是分正佛 分正佛就是菩萨 我们通常讲佛是讲圆满佛 究竟佛 菩萨是分正佛 没有究竟圆满 他也是佛 江伟农居士在《金刚经》讲记里面 跟我们解释的经上讲的祝福如来 他就是说解释这个祝福了 就是四十一位发生大死 四十一么多么就成为祝福 这四十一个人 最低限度的想出祝菩萨 破一瓶无名 尽一分真信 那就是佛 那一点都不假 他是真佛不是假佛 但是他见信没圆满 他的无名没有断尽 只断了一瓶 四十一瓶无名 通通断尽了 那就是圆满究竟佛 那么这些都是佛教普通的常识 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 跟《心经》里面所说的没有两样 告诉我们四十真相 特别这里要尽的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一发如实 色是物质 我们今天讲的动物质无矿 乃至于一切的现象 都是属于我主 这个都叫色法 我们六根 就是眼耳鼻舌身 乃至于意 我们能够思维 能够想象得到的 通通包括在色 用这个字来做代表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空啊 即使空 就是 当体皆空 那你就是智慧开了 你一见到四是真相 你知道这一切万法 当体皆空 你不会再执着它了 也就是我们讲 你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 你放在心上多累啊 啊 放在心上的现象 就是执着 牵挂 啊 有力 你就会产生这些烦恼啊 而不知道啊 这四是真相是一场空啊 你把这些 你起这些妄念 不叫自找苦吃吗 你本来是清净无为 你本来是天真佛啊 今天变得这个样子 就是对于四是真相 没了解 看错了 想错了 才搞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一句话呢 非常重要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那么由此可耻 空不当做无讲 说空什么都没有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空是有 有即是空 这是我们学佛的难关 因为我们一般观念 空跟有 决定活不起来 空不是有 有不是空 佛法里面讲 空即是有 有即是空 空跟有是一不是二 你能够从这上体会 这就有味道了 那你就有入门之处了 不若今我们听 我们读 始终入不了门 就是空跟有这个概念呢 呼不起来 空是空 有是有 是两种事情 这就是不得其门而入 那所以佛法 这个简是大臣经 大臣经讲 怎么入门 入不二法门 那什么时候你晓得空跟有不二 一就不二嘛 你就入门了 这一入门呢 我就了不起了 入门就是菩萨了 没入门是凡夫 一入门就是菩萨 这个一入门呢 在教下里面讲 大开圆解 在禅宗里面讲 大臣大悟 大开圆解 大臣大悟 都是讲入门了 入的什么门呢 不二门 知道一切法了 是一不少